Hello,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韬光钱包买玩具的韬光玩具箱 这期还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今年的会场限定的龙珠SHF 这款在今年的会场限定里面是第三号 运输盒的正面可以看到它的英文和日文的名称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条形码等等等等 顶部仍然是编号和名称 侧面也是同样的设计风格 背面只有一个条形码 OK,运输盒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彩合 彩合的正面依旧是会场限定的包装风格 这几期也说烂了,那我就再说一遍 中间是透明的塑料层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配件的一些分布 而两侧主要是人物的一颗剪影的图绘 我是在CJ买的,所以它是一款陆版 和之前的比鲁斯一样,它也是一个白底的绿毛铁 正面除了一些logo展示,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也是在中国组装生产 彩合的一侧是维斯的全身像 而另外一侧是它的艺术图绘 以及英文名称 风底是维斯很雕质性的一个表情的图绘 背部的左半部分是维斯的一个全身像 右半部分是不同面雕的一些特写 还有一些造型的图片 路板的狗屁膏药挡住了很多的区域 所以很可惜,我们也没办法看到全貌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把里面的吸塑包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吸塑包的分布 吸塑包拿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清楚的分布情况 中间是它的人物本体 左上角是两颗可替换的头雕 左下角则是两对半的手型 而右侧就是它的电话 而不是全账了 吸塑包的分布非常简单 基本上配件很少 接下来我们还是招惯例 把里面的内容拿出来详细的给大家看一下 配件部分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头雕 本体上的头雕是维斯的一张微笑脸 因为维斯的人物设定本身就是比较和蔼可亲的 常常是把笑容挂在脸上 然后我们看到眼部的涂装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非常大的一个双眼皮 整个面部肤色是这种雪青色 另外维斯的毛发是雪白色的 涂装的质感让人联想起了一些糖果 也非常接近维斯这种吃货的个性 第二颗头雕和第一颗在表情上比较的相似 只是它的目光看向一侧 另外嘴部的微笑幅度也更大的一点 左侧的眉毛向上挑 有一点点轻蔑的笑容 不管是涂装还是头发颜色 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 最后这颗头雕是维斯经典的 厚厚厚笑的这种表情 可以算是三颗头雕里面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瞬间表情的这种捕捉 非常的到位 让人很有画面感 仔细看嘴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的涂装 包括牙齿以及舌头都有涂出来 这点还是非常精细的 维斯的这一款也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本体上的握拳手以外 剩下的五个手型各有不同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左上角的这一对主要是握持拳杖式的一个手型 两个手型仔细看是有区别的 主要是其中那一手型可以用来握权杖下方 比较细的部分 而另一手型可以用来抓较粗的部分 然后右侧的这三个 首先第一个是一阳指的手型 不用过多介绍 非常多的场景都可以使用 而中间这个多少有点树兰花纸的感觉 可以配合hohoho笑的头雕 而最后边手型跟勺子是配合在一起的 最下面这一对是握拳手 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 在细节方面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拿勺子的手型 这个手型其实我更好奇 这个勺子能不能拽下来 所以我刚才试了一下 基本上是拽不下来的 所以我感觉还是粘死的 大家也就不要硬拽了 然后从上面看的手指头的合膜线 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其他的手型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这个手部的造型还是非常符合真实人物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手上还有这些手指骨的纹路 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手型 OK面雕的手型基本上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还是看一下它的本体的情况 OK本体这部分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头部的一个可动 首先我们看一下服饰 服饰角度不错 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而仰视也还行 但是受限于它服装上面这一圈 再往后就没有办法做到了 然后头部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关节也比较的紧 我换一换大家就能看到 然后再往下走 我们可以看到肩部因为衣服的关系 它这个地方是做死的 所以也就导致这个手臂没有办法向上抬 不过至少平举 基本上还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肘部 肘部关节可动还可以 然后我们同样还是晃一下 看一下它的紧实程度 大家可以看到手臂的关节还算是不错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唯一可惜的能向上抬 因为这个连体的战袍 整个都是塑料的材质 包括这个底下的裙子 也就导致这个腿部 也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可动性的状态 如果以后还会出新的满满 其实整个可以做成一种软胶的性质 就像希特那样 OK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 胸部和腰部之间的关节 可以达到一些小幅度的前景 后样的幅度会比较大一些 我们把前面的服饰拿起来 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关节的情况 再往下走 腰部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经常转它 首先我感觉到这转多了会变松 另外也有断裂的风险 就不要太多了 然后继续往下 就像刚才说到的 这个裙子整个是塑料材质的 而且没有做分件的设计 所以它整个是一体的 腿部基本上横插是肯定做不了的 前踢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幅度 所以我们也只好看一下脚的部分 脚的部分关节也是比较的紧的 左右移动比较的困难 大家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过这个地方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前脚掌依然是可以抬起来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想要做到浮空的脚部的一个造型 需要脚腕的关节向下 不过它的幅度有限 基本上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就做不了了 OK 以上就是一个素体的情况了 接下来我们最后看一下它的权杖 权杖是一个完整的配件 没有什么分件 上面这个地方用透明的塑料 模拟了一个小球在中间悬空的状态 底下这棍是用了金色和蓝色相间 做了一个涂色 其他地方也没有特别的有特色的地方 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给维斯摆一些造型 顺便连之前的比鲁斯一起给大家补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款的站立性和可动性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经过了一些pose的展示 我们大概也能看出来 维斯这款可动性确实是不行 不过好在他还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物 所以他摆出一些非常生动的pose 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比鲁斯相对来说他就会强一些 两款配在一起真的非常搭 我相信大家一般都是如果要入一个 两个也肯定都会收的 OK 那说了这么多 基本上以上就是这一期鲁光玩具箱的分享了 最后还剩一个大巴 不久的将来我们肯定会分享这一款 所以喜欢龙珠SHF的各位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鲁光玩具箱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